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 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为了让我们华尔街电视以及思想先驱报会员俱乐部的朋友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节目 我们这一期开始经济学究的播出时间有所改变 现在华尔街电视的思想先驱报发布 而之后的一段时间会移至今日华尔街频道的经济学究栏目 而在华尔街电视发布的版本还会融合进和民先生的评论 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选择 今天我们到底来谈一谈什么呢 要为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Kevin Hsu 一位资深的投资者之前也曾经是美国商务部的官员 在最新的一期新闻信中分享到的有关于美国大选 以及中国最新经济措施的思考 他在开篇的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呀 说作为一个合格投资者 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准确理性的看世界 而不被自己的愿望牵着走 他随即就写道 说几天前我们就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事件 包括美国大选 美联储的会议 以及人大常委会会议 那么在这些会议以及重大事件都结束了之后 凯文旭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来谈一谈对于美国和中国的看法 有哪一些认识 凯文旭特别让我敬佩的一点 就是他首先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说在大选日前的几天 当我发布我第三季度的投资表现 并且分享对于未来的预期的时候 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说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不知道下任美国总统是谁 但是他错了 结果非常迅速而且决定性的揭晓了 现在投票已经完成了 而我们知道投票是一种 人们表达理想世界的方式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 投票后美国大选后所反映的世界现状呢 之前我们介绍凯文旭曾经是商务部的官员 那么他曾经供职的政府正好是奥巴马政府 凯文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他说其实川普这一次的胜利 和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 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个论断听起来有一点让人觉得惊讶 那他是怎么得出的呢 他说呀两个人都在美国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时期 利用了自己对于战争厌倦的立场 或者准确说叫做无战争立场 奥巴马在2003年作为州参议员的时候呢 是反对伊拉克战争 正是这样一个关键的立场 帮助他在初选里是击败了克林顿 成为了对于布什战争的反对者的象征 而川普则把他的第一任期塑造成美国没有卷入更多战争的唯一时期 同时撤出阿富汗 反对美国在乌克兰以及介入伊哈冲突这样的一个局势 因此两个人都以反战立场获得了选民的某一些信任 两个人的同时也把国内的经济困境作为自己重要的大选背景 塑造成人们应该把他们当作更可值得信任的经济修复者这样的形象 经过我们说啊 这个2008年和2024年的实际经济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金融危机是在2008年的时候竞选的关键时刻达到了高潮 并且影响非常的深远 当时麦肯还宣布说经济情况非常的良好 而呢来自美国银行被解雇的职员 则来到当时奥巴马在夏洛特的竞选办公室 为奥巴马做志愿者 现在的经济形势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啊 我们说通胀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 整个的股市上涨 但是人们对于整个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通胀对于人们钱包的侵蚀 以及这种社会的不平等的怨恨 让他们在整个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川普 这里啊凯文旭提醒我们 有一个让我们值得记住的残酷事实就是 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更容易为生计问题投票 而不是为思想问题投票 比如民主和专制这样的问题 经济是否真的糟糕 更加重要 而民主是否被破坏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在大选年的时候 这往往是大家不真正关注的问题 在竞选的战术层面上 其实两者也有相似之处 那凯文旭就介绍到 其实呢在这一次大选中 共和党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 大力推动新选民注册 并且促使他们提前投票 这呀几乎就是2008年 奥巴马精选的战术复刻 能够扩大选民群体的一方 往往在选举中是非常有利的一方 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了这一次选举 一个让人觉得非常错愕的结果 反而是共和党这一边 形成了一个挑战身份政治 假设的一个多元化的选民群体 当选举结果揭晓的时候 我们看到川普在少数族裔群体中的 支持的增长 与奥巴马在2008年的联盟 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一个凯文旭提醒 我们值得记住的事实就是 最反感非法移民的群体是什么呢 是合法移民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整个选举地图啊 几乎是表现出了惊人的 类似 2008年奥巴马是横扫了所有的摇摆州 获得了365张选举人票 而这一次呢 川普也是横扫了所有的摇摆州 最后是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啊 两次胜利在现代美国大选的这个背景下 都可以称为代引号的压倒性的胜利 当然我们说啊 认为这个川普在2024年营和奥巴马在208年营虽然是有共同的一些方面 但是呢 两个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从治理角度来看 奥巴马和川普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就是 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尊重并且希望加强美国现有机构的人 毕竟人家是宪法的法律教授啊 而川普呢 则是毫不掩饰的表达了他对于美国现有体制的啊 机构性的一些顾忌的这样一个厌恶啊 似乎呢 是要把一切都推翻重来 选举日后两天 美联储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25个基点的降息 可以说完全符合预期 也不是大家真正关注的新闻价值 但是真正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啊 鲍威尔被问及 如果川普想把你解雇他 或者是其他美联储官员的啊 这样的一个信号发出的时候 你会怎样应对 而鲍威尔的回答呢 相当的简洁 而且十分的坚定 不会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 而凯文旭继续写道 说这个有趣的是啊 这个鲍威尔在美联储的生涯 似乎恰好体现了奥巴马和川普之间 的这一种啊 相反和反差 他是奥巴马在2011年 被提名成美联储理事式的典型机构派 而后呢 在川普的第一任期 被提拔成为了美联储的主席 那我们也知道 在2024年竞选期间呢 川普多次发话 如果再度当选 可能会对于美联储的某一些政策进行设计 而的确他最再次当选之后啊 他的这个支持者马斯克啊 开始助推叫end the fed 叫结束美联储啊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活动呢 也是声浪一波再起 而在凯文旭看来 川普2.0版与川普1.0版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是他在首次当选的时候 毫无准备 不了解政府是怎么操作的 需要一些机构派的人士来协助 而现在整个共和党不仅仅是拿下了白宫 还掌控了参议院和众议院 还有最高法院啊 那么也是六比三 这样保守派对自由派法宽的席位 因此啊凯文旭也警醒我们 把川普1.0任期的表现 作为预测川普2.0任期的表现 可能会导致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 现在的川普与四年前八年前的川普 有很大的不同 而现在川普所接手的啊 这样的一个共和党 对于美国局势的把控和力度 也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形势比人强 或许说的就是这一点 重要赛den Meyer 可以 和开 最后